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肖战是当今内娱最炙手可热的明星 而与以往爆火的明星不同的是 他红的是持久而稳定 为人低调却身世如虹 自2019年成名以来 娱乐圈不乏爆火的男明星 但都无法超越肖战 业内一直致力于打造第二个肖战 却始终无人能及其佑 肖战就像一颗巨大的恒星 内运无穷 焕发着永恒的光芒 正所谓水是不原的 树是有根的 肖战的人气热度不会是凭空而来 虽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流量高 人气热的偶像都是徒有虚名 但在肖战身上 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什么叫盛名无虚 很多人一辈子没追过心 但在认识了解肖战后 都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他 开启了自己的人身先河 无数见多识广的成年人 许多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 无视年龄 无法自拔 真金白银的支持他 这本身足以说明问题 肖战就是既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 又拥有着令人叹服的演绎实力 喜欢他是发自于心 更是心悦诚服 近日央华的经典话剧 如梦之梦在北京开演 本以为在疫情影响下票会好强些 却依然秒空 能去现场的观众都是福气满满的人 众所周知 因为肖战的超强影响力 他的出演极大的推动了 话剧行业的发展破圈 无数人第一次走进话剧殿堂 感受这种高雅艺术 无数人也是第一次直面肖战 在舞台上八小时不恩机 万句台词肆意挥洒 直面与明星肖战截然不同的五号 很多人走出剧场 第一感受就是 那不是肖战 那就是五号 这八小时跟随五号喜怒哀乐 走过如梦人生 完全颠覆了明星光鲜亮丽的固有印象 震撼于舞台上宛如真实的人生演绎 剧中石李香的扮演者孔维的朋友 就是这样一位亲历者 在如梦之前 他都不知道肖战是谁 却在观看话剧之后 一边惊叹肖战的演技之好 一边开始看肖战其他影视作品 由此可见 演员肖战的实力魅力毋庸置疑 所有有判断力的观众 都会被他的演技吸引 身不由己身陷其中 不出意外 这位演员的朋友 会成为粉丝或者一个路号 会是肖战以后作品的一位追随者 肖战的很多粉丝都是这么来的 这就叫凭实力收复人心 大部分人虽然很遗憾 无法亲身领略话剧舞台上肖战的风采 但从五号的谢幕视频中 也能感受一二 剧场的灯光一面一亮 就转换了场景 转换了时空 话剧结束了 五号回到了现实中谢幕 但那含泪的笑脸 仿佛还带着释怀的神灰 美好的让人心潮澎湃 虽未亲历 已然神摇 非常理解那位朋友的惊叹 和那种迫不及待 去追看他作品的心情 如此肖战 怎能不迷 在话剧舞台上 你能感受到肖战 在时间的缝隙中 愈发游刃有余 在他各个角色台词对比中 你能感受到截然不同的 生情并茂 荡气回肠 这世上所有长盛不衰的人 都离不开长久不懈的努力付出 所有鲜花掌声 都是心血汗水得来 奋进不断 脚步不停的肖战 会带来源源不断的作品 生生不息的惊喜 相信所有的真诚付出 都会开花结果 相信他会是灿烂星河中 那颗永恒之星 小飞侠们都知道 如梦之梦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之前每次巡演 开通售票通道之后 都是一秒抢空 肖战加盟了话剧的演出之后 确实为话剧引来了大量的热度 让更多的年轻人 重新地认识了话剧 也打开了话剧的知名度 刚开始参与的过程中 肖战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他在表演的时候 已经能够渐入佳境了 肖战的大方也是非常有名的 之前他每一次在剧主拍戏的时候 总是会请客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虽然有一定的名气和流量 但是在拍戏的过程中 完全没有任何架子 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镜头 他会反复地要求拍摄多变 这一次参加如梦之梦巡演的过程中 肖战又被多次爆料 在首演的时候 他就为所有的演员都准备了礼物 这一点还是很细节的 肖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从他和粉丝们的互动也能够感受到 总是能够不经意间制造一些小惊喜 随后肖战又陆续地请所有的工作人员 喝奶茶又吃蛋糕 遇到这种会花式请客的演员 工作人员都表示真的太幸福了 看到这些消息之后 很多网友都调侃到 肖战一天赚的估计还不够请客的 每一次巡演开始之后 都会有很多有机会到现场的观众 给出一定的点评和反馈 肖战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反复地塑造的同一个角色 能够更强烈地对比出他的进步和成长 从这一年肖战接受采访的状态 就能够感受到 他的台词功底是有明显进步的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很正式 从他的表达也能够感受到 私下里他应该接受过很多专业的训练 这几年他主演的很多电视剧都是原生台词 包括他参演的话剧寻演 对于台词的功底也有一定的要求 出演话剧也是一种挑战 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突破 经过反复多次的巡演 肖战越来越能够理解角色的情绪和状态 比较意外的是关于肖战请客的问题 还能够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一些黑粉表示肖战这样的请客方式 就是对业内的谄媚 这样的评价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肖战走红这些年 陆续地有很多优质的资源想要与之合作 他每一次进组之后都会很大方的请客 这已经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交友方式 肖战个人就是比较大方的 而且很友好 对待身边的人也一直都很宽容 所以工作室的小伙伴和他相处的也很好 大概也是因为肖战这几年发展得越来越稳定 而且路人员也越来越好 黑粉也渐渐找不到还能黑他的地方 所以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被无限地放大 甚至抹黑 只不过对于这些声音 粉丝们早已不在意了 大家关注的就是肖战能够越来越好 2022年的北京站《如梦之梦》十周年演出正式开演 而在开演之际 肖战也是再次展现出了超强的影响力 不仅相关话题的热度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 甚至和他的合作伙伴上棋奥运 也是作为《如梦之梦》汽车行业独家首席合作伙伴 与之一起亮相会场 当然除了合作伙伴与他一起携手亮相外 肖战在北京站的演出也是再次认证了他的优秀 特别是他在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五号 与以往有所不同 如果说以往的肖战已经达到了五号的灵魂深处 那么在2022年北京站的演出舞台上 他从肉体到灵魂已经成为了五号的本身 另外在北京站首次演出结束后 观众那热烈的掌声也是肖战饰演的五号 以及他自身才华更为出众的一个最为真实展现 而从大家的热烈掌声中 其实不难发现 肖战对于演艺事业的热爱绝不是说说而已 因为他真的将五号这个角色真实地还原到了观众眼前 其中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小细节 都让所有观看的人们为之沉静 一个越来越优秀的五号 可以说也是再次说明肖战的成功绝不是偶然 而是他不断努力的必然结果 时之今日 不管是话剧舞台现场的热烈的掌声 还是业界前辈以及观众们对于肖战的称赞 都毫无疑问展现出大家对于肖战努力的高度认可 说实话 《参演如梦之梦》这个史诗级的话剧舞台 其实就已经表达出肖战对于演艺事业的最大初心 那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同时 也能引领着观众们进入一个如梦般的世界 当然 话剧的成功和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也是所有演员们一起付出的结果 而对于肖战来说 北京场更为优秀的呈现 不仅将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 也为2022年的最后一战的话剧演出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我们必然会看到肖战越来越好 舞台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 肖战必然会更出众 也更为耀眼